为了协助家长和孩童间搭起良好沟通桥梁 吉安乡立幼儿园日前特别举办了亲职座谈会 邀请到校长中会云担任讲师 带领家长来认识孩童的情绪 也鼓励多聆听孩子的需求 陪伴孩子可以快乐成长 家长们拿起设笔在纸上写下各种答案 拼凑出孩子会出现的情绪问题 这次吉安乡立幼儿园在日前 为了协助家长与孩童间搭建起良好的沟通桥梁 特别办理了亲职座谈会 宝贝您怎么了 我相信这是互动沟通的一个技能 过去传统式的教育 每一个孩子你不能这样 你不可以爬高 你不可以做任何事情 在沟通上会遇到许多的瓶颈 你不能玩手机 你不准玩手机 这样的语言会让我们的沟通造成一些亲子上面的障碍 跟这样的分享的生活影响 所以今天吉安乡立幼儿园 特别开启良上的沟通 让孩子说说自己的想法 告诉我们的家长 他的需求 跟他学习的一个成长的历程跟足迹 我相信亲子沟通 在幼儿教育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吉安乡立幼儿园希望开启家长 无论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甚至于是兄弟姐妹 以及我们在学校的同才 我们都要善机沟通 倾听跟诉说这样的一个良善 方法来达到人际关系的铺陈 幼儿园则是邀请到中会余校长担任讲师 为亲子开启良善的沟通 期待让孩子勇敢说出自己的想法 告诉家长需求 而家长也能耐心倾听 温柔理解孩子的各种情绪 乡长游淑珍表示 除了软硬体的提升 吉安乡又未来也会持续开办 更多元创意的亲子主题活动 让家长可以陪伴孩子 共同快乐学习成长 留下最美好的童年回忆 记者许立芹吉安乡报导